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好 今天的台股叫做满满的黄人薰日 因为如果以上周五来看的话 美股台股不算是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但是没想到到了今天 因为昨天晚上的一场演讲 太厉害了 整个背面满满的台湾供应链 一家一家点名 今天被点名到的厂商 中厂有14家 所涨停板 哇 那今天台股涨了362点 算是一个亮眼全亚洲的表现 希望今天晚上 美股的科技股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涨 但大家问题来咯 点点名很多党没有错 我们能跟吗 点点名很多党 谁能够涨到最后涨到未来呢 好 这就要请教今天的三位来宾咯 第一位是股市施工 有年老师 好 有年老师昨天也全程 在看华人薰讲什么 讲到后来真的 每一个人都觉得很激动也很感动 但是到底相关的供应链能不能一直强下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明天台积电的股东会 大家知道哦 现在的股东会比法说会还要厉害 因为要对股东承诺一个未来嘛 好 所以明天台积电的股东会 我们要注意什么 毕竟今天台积电有涨 中小股也有涨 明天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呢 好第二位是我们的股旗双分析师 纪伟明 小明同学 小明同学要提醒了 上个礼拜五 其实美股有重要的数据出炉 就是PCE个人的消费支出 其实是一个持平的数据 持平的数据最麻烦 要涨还是要跌 结果美股是先杀后涨 到底市场看到了什么 小明同学用总经的角度告诉您 通膨是不是真的不用担心了 因为连美债都跟着一起大涨了 那当然还有一个重点系咯 6月苹果有WWDC 好像现在没有人在聊 小明同学说不要忽略他 搞不好他就是 接棒会长的电子大明星哦 好第三位是题材猎人汉伟哥 汉伟哥的角度跟眼光 往往不在最新最热的东西上面 而是要放眼未来 上个礼拜有告诉大家了 上海集双箱指数还是持续的大涨 可是航运纷纷杀尾盘 今天汉伟哥会提出更多的证据 他话说在前面 美国跟中国的关税战绝对会让运价下不来 现在连新加坡出船都有问题了 到底接下来航运的运价会不会继续往上飙 还有另外一件事 银剑谷今天也在飞电里面表现 为什么跟AI有关系吗 汉伟哥独家帮您做解读 好首先有请永连老师 永连老师 这几天我不得不佩服另外一个男人了 本来我以为他这次来 不会比上一次让人家觉得惊艳 可是他每天都有一个新花招 对 没错 先去逛夜市 然后再来带大家吃什么人薰宴 然后让有个老板哭哭说 我没有被请去大巨蛋开球 然后在台大演讲 秀一大堆的供应商 没有办法眼光离开他 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这样子讲 你只要是在做售卖的 跟这个推销有关系的 一定要看他昨天晚上的演讲 那真是经典 对不对 我本来想说 你就是在一个学术单位演讲 对一些学生教职员 是啊 对不对 还能讲些什么东西呢 结果哇 不得了 这太可怕了 你知道吗 那个男人真的是太可怕了 对啊 连小明同学都没有想到 去台大体育馆听一下 是啊 你看看 然后看到他昨天讲什么东西 他昨天讲了 他两度提到台积电 涨 今天涨了 那其中表示呢 正在与台积电一同探索 万物的极限 你知道吗 这个就厉害了 万物的极限 对 他就是一个呢 是这个安斯坦 一个是呢 这个柏拉图 在那边对谈 哇 真的是 这万物极限嘛 对不对 另外呢 他又跟鸿海集团呢 用数位工厂来打造 挥达AI超级电脑 反过来呢 再用训练实体工厂的机器人 哇 他 他不但呢 让鸿海赚他的钱 他还去赚鸿海的钱 你看厉不厉害 是不是 所以我说他厉害 真的厉害就在这里 而且呢 他把他的供应链呢 全部都拉抬起来 对 对不对 你说 我如果有这样子一个客人的话 他还会想办法帮我赚钱 那这个客人多好啊 是不是 这边有大型股 小型股 今天全部都表现 对 全部都表现 那大家可能就会想说 那全部都涨 那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 我觉得是好事 如果呢 今天只有这些小型股呢 飙涨 然后呢 这些大型股呢 开高走低 哇 那就不太好 投机味道太重 对 那个投机味道太重了 那这个 那如果是 这些大型股涨 小型股不涨的话 也不好 垃圾盘 对 台积电影呢 明天要股东会了 最重要的是什么 后续 计配席何时再拉高 这个议题呢 小股东是最关心的 那我是 我个人是觉得啦 大家刚刚调高了 调高了这个计配席 短期真的应该 不太会再调高了 过来我们就来看大盘了 相信这个大家会比较关心 那大盘呢 今天多么的厉害 我跟你讲 今天我们的台湾的 股市的操盘人 真的是太厉害了 怎么说 多厉害呢 今天收盘值是多少 21536.76 这个有什么厉害 我为什么要把小数点念出来 对 因为今天 十日线在哪里 21536.15 站上十日线 对 它站上小数点 我觉得特给施工面子的 因为上礼拜五您没来 对 然后上礼拜五就收得很漏气 对 收得很漏气 你一来就开门 其实我后来有改正 来不及 来不及深渊 OK 好 那不管怎么样 它这个守住了月线 然后今天又收复了十日线 是 好 不过还有一个关键的指数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里有个双重的跳空缺口 那所以呢 明天的收 这个双重跳空缺口的上缘 是在21662点 是 所以明天收盘之前 一定要来突破 这个21662点 否则的话呢 会有点麻烦 什么麻烦呢 它会形成一个 倒行反转的跳空缺口 那这样子 这个大盘就有可能会再拉回了 那另外呢 美国股市能不能够续涨呢 美元是不是能够续贬值 那这个对我们台湾股市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呢 台积电跟AI概念股 必须维持强势 就算没有办法一起 像今天这样子 通通都走强的话 至少要轮动 我们现在假设 明天台积电继续强 那你AI概念股休息一下 没关系 那或者是呢 台积电休息一下 AI概念股要拉起来 这个要注意 然后呢 美元也是一样 美元要继续的回贬 我们台币呢 要继续升值 这样子外资才会再度的回流 这个非常的重要 好 台积电 是 礼拜五 因为MFCI调整 还杀尾盘 杀很重 对 没错 今天通通补回来了 对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那其实呢 在上礼拜五呢 那一天呢 这个尾盘的时候 一下杀出来的 2000亿的股票出来 那把我吓一跳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它MFCI 它在这个季度的调整 它是调高 我们台股的权重 可是有略调降台积电 对 对 所以它是调降台积电 对 没有错 所以呢 它尾盘这个重杀下去 其实也没有杀多少 其实外资 后来我们看外资才卖超331 那谁在杀呀 好 就是有些它不会公布 当天公布它进出的 这一些的这种比较大的法人 是 好 OK 好 它以后才会公布 能下到施工 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 对 今天没有想到说 哇 会杀这么重 杀得这么重 这没想到 可是它今天又回来了 是 你礼拜五杀多少 今天这个加倍奉还 加倍要回来 那所以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呢 台积电还是很强的股票 那台积电呢 它自己本身重要的观察 重点在哪里 在于说 明年预估1PS46块 那么可不可以到1000块钱 是有机会的 因为呢 明年的1PS46块的话 如果用1000块来算的话 它的本益比才多少 21.7倍 这个是在 在外资来看 是它的一个低配的位置 所以呢 大概应该是不太有问题 那而且呢 是低于整体平均的本益比 现在整体平均本益比 已经超过23 应该 五月份的整体平均本益比 应该已经到24以上 OK 好 那上个礼拜呢 外资卖超了4.2万张 那要注意什么 注意载机指数的效应 现在好像没有人讲了 是不是不怕了 对 现在大家都不怕了 可是呢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当初我就讲过 载机指数呢 开始确定 要进入载机指数 三个月的观察期 这三个月观察期呢 外资一定拉高出货嘛 它要卖 一定是拉高卖 所以这个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 那月线指标呢 我们台这个 台积电的月线指标 已经过热了 所以如果它六月 做一个回档的走势的话 其实是好的 是 因为它符合技术面的要求 那这个礼拜呢 如果没有办法收盘指数 收盘价没办法占865块的话 那时日线要开始下弯 那可能会成为压力 所以投资朋友 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那我们过来看鸿海啦 那鸿海呢 今天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强势了 对不对 它收个十字线 可是不要忘了 它是收上十字线 而且鸿海这一次大赢家 也 对 都会展出GP200的签名版 对 然后昨天晚上红人群 也多次点名到鸿海 对没有错 所以呢 其实以量价关系 各方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支股票呢 鸿海这支股票 应该还有高点可以值得期待 所以我们明天可以来关注它 而且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用去年的EPS来算 它的本益比才17倍 刚刚我们讲了 现在大盘的平均本益比是24倍 那今年的预估本益比 今年的预估本益比才14倍 用今年的EPS来算 所以呢 它这个本益比太低了 我觉得它股价是有点委屈了 那这个礼拜呢 在这个周线图跟日线图来看 它进入一个多空的决战了 所以投资朋友呢 可以值得期待一下 好 师公也有人在问 很多所谓AI的一线军都不太涨 但鸿海确定有GB200 而且黄文勋也清点它了 要不要换股换到鸿海的身上 看个股 如果说这档股票 它有接到新的回答的订单的话 那我觉得可以不用换了 那如果没有 没有的 那就可以考虑换一下 大家可能要注意 这种新旧产品的板块移动 是的 没错 好 非常谢谢永年老师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